Dium Moon北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来了 护肤品美妆品时尚大牌 全年低价大醋狂洒百万金币 想要做煎饼果子、肠粉、章鱼烧 却又不知道哪里去找这些小家店吗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煎饼果子机 这款薄饼机就是做煎饼果子的神器了 快让它带你重温童年学校门口煎饼摊的味道吧 它有一个12英寸大的平底不粘锅铝表面 带有旋钮调节温度 大、中、小火随意调节 操作简单 还有自动恒温功能 预热后绿灯会亮 表示已经达到调节的温度 而且受热均匀 比平底锅好控制很多 表面也一点不粘 非常容易清洁 一擦即净 省时省力又省心 电源线的收纳设计也很用心 缠绕在底部后 很容易放入柜子中 不会拖拉插头 简单、方便 随机赠送了一个竹蜻蜓和一个摊饼器 竹蜻蜓用来摊开面糊 摊饼器可以帮助你轻松把薄饼翻过来 除了用它做煎饼果子 还可以用来做披萨 Pancake 千层蛋糕 煎饺子 烤牛排等等 煎的烤的无一不能 可谓是一锅多用的厨房好物 竹鱼小丸子鸡 这款竹鱼小丸子鸡的鸡身和烤盘是分离式的 烤盘可以随意拆洗 具有不粘涂层 易于脱膜和清洗 一次可以同时做24个小丸子 Diomoon晒晒圈的小伙伴反馈 烤盘比较重 很有质感 内里的不粘涂层质量很好 用了很多天 用签子戳啊戳的也没有痕迹 一键是开关 只要5分钟就可以预热烤盘 加热底座上有一根加热管 在中部呈环形 烤盘直接放在加热管上即可 这里要提醒小伙伴们的是 这款机器无法调节温度 中间的温度较高 两边较低 所以在做章鱼小丸子的时候 可以先放两边的面糊 除了做章鱼小丸子 你还可以用它DIY芝士小丸子 鸡蛋仔等你喜欢的美味 肠粉割多功能肠粉机 蒸锅 爱吃肠粉的小伙伴看过来 这款肠粉机可以让你在家轻松制作广式肠粉 而且还可以做蒸香 用来做清蒸鱼 萝卜糕 蒸虾饺 蒸豆豉排骨 蒸扇贝粉丝等等 旋钮控制定时非常方便 快速出蒸气更加节能 小抽屉的设计可以让你完美取送肠粉 避免开盖时温度过高而烫伤 使用方法是带水滚开后 在蒸盘上刷一层油 倒入米浆 盖上鸡盖煮两至三分钟 粉皮表面微微鼓起变白 就可以拉开小抽屉取出肠粉了 除了肠粉 你还可以用小抽屉用来做凉皮 卷粉 蒸粉皮等简单又快手的小吃哦 北鼎九合一多功能养生壶 相信大家对这款居家养生器都不陌生 北鼎的出现在主腹界和小家店神器圈 妥妥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 这款九合一的K2683 包含炖 煮 煲 焖 温 滚 烧 煎 备 九种功能 还有省时省空间的一壶两菜 真的是超级好用 多功能快煮 煮水 煮茶 做甜根 糖水 煲汤 温奶 煎药 滚粥煮饭 焖烟窝 做酸奶等等 通通一集搞定 另外还有茶篮 茶壶可以随意搭配 慢顿设计更能锁住营养 透明德国玻璃壶体 便于随时查看食物状态 配色清新 低调素雅 即使放在办公桌上也不占空间 小伙伴们心动不如行动 趁着节日好折扣快快入手吧 九阳豆浆鸡 想要每天早上都喝到香浓现煮的豆浆 但又怕磨豆 煮豆太麻烦 入台一手豆浆鸡就可以轻松做到 国产的九阳豆浆鸡口碑超级好 而且这款有1.7升超大容量 特别适合大家庭使用 一次就能煮出3-6人份的豆浆 机器接触食材的部分都由不锈钢制作 双层机身保温又防烫 可以放心安全使用 中英文面板 全自动操作 简单易用 有5个预设功能键 五谷 干豆 湿豆 米糊 玉米汁等 25分钟就能煮出新鲜的豆浆了 唯一的小缺点是 煮好的豆浆需要另外过滤豆渣哦 Betty Crocker电饼档 和上面咱们介绍的煎饼果子神器不同 如果你想要做更厚的饼类 或者双面煎炸的食物 入手一款电饼档是很有必要的 这款Betty Crocker的12寸烤盘 不仅适合披萨 蛋饼 Pancake 三明治等 还能烤鸡 烤鱼 更适合做葱油饼 馅饼 锅贴 水煎包等等 两面烤盘的设计 避免来回翻面 更加节省时间 不粘涂层清理方便 自动调节恒温系统 让加热更迅速 受热更均匀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简直就是小烤箱 加电饼档 加煎锅的完美组合 Aroma电火锅炉 都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今年冬天没办法去店里 吃热腾腾的火锅 那就收支电火锅 在家里涮起来吧 这款Aroma的锅中锅 一次可以做两种口味 不管是老北京涮羊肉 还是川外火锅 都很合适 锅子是304不锈钢材质 光滑蹭亮 锅盖为钢化玻璃 沉甸甸的质感很好 有防烫把手 还设有排气孔 底座同样是304不锈钢 只是灯为Power和Heat 共有五档旋钮 更好地调节把控温度 冷水加热时选择嗨 火锅煮起来之后就可以调节为Meat 锅子可以根据自己控制温度 在Meat和Low之间切换 吃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操心了 相当方便 虽然底座与锅体接触面积不大 但是不影响锅底受热均匀 锅底口径很大 所以容量很足 6人左右吃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厨房小家店盘点 你还用过哪些是喝咱们亚洲人的厨房小家店吗 欢迎留言分享哦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分享 更多使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